记者刘兵权南投报道,最近是逢年节水果齐城产季,南投中药产去水里香,果园里的果树都已结石雷雷,不过,受到暖冬影响,齐城遭果实营丁药,出现溃烂等农损,农民只能尽量防治,索性今年果树多有受到雨水滋润,品质不错,整体产量与去年相当,果农将不涨价。 齐城因果实底部壮四度气得名,台语则称作柴丁,七台果实里面还有一个副果,柴丁果肉细致,水分饱满,天中带酸富有柑橘风味,不过分甜腻,称为大特色。 水里料性果农说,以前冬天来得早,果实营等虫害在低温抑制下,较不会大规模影响果园,但因气候暖化,虫害变得越来越难控制,实在让人头痛。 好在今年雨水都算正常,齐城受到雨水滋润,果肉是口,里头的副果也相当香甜,品质都不错。 果农说,今年的裁丁以中心果实占大多数,大果与小果比例差不多,产量算相对稳定,大中小美裁丁价格分别是85,75,65元。 与去年一样,尤其裁丁有发财,天丁寓意相当适合年节送礼,今年民众要吃到只有幼时会的裁丁,应该不会太难。